居住正義 當然是要對需要居住的人最符合他們的利益啊 這個叫居住正義 這個沒有問題吧 一憑15萬是怎麼計算出來的 你要計算廠商的合理利潤 如果廠商賺的錢很多 我們就把這個售價再往下調一點 這合理吧 我們當初計算的這個基礎 是2451戶 那時候是你們根據2451戶 去計算廠商的成本 算出來的 廠商說他們的獲利在10%到20% 好 算出來之後呢 現在已經算出來一憑15萬 好 現在就把它增加了 把它增加到 從2451戶增加到4614戶 那廠商為什麼要去增加戶數 你覺得增加戶數 它會賺的比較少或比較多 你覺得呢 賺的比較多 大聲一點嘛 當然會比較多 當然比較多嘛 所以廠商會賺的比較多嘛 那為什麼要去增加呢 所以我們計算了一憑15萬之後 然後它再去增加 從2451戶中間到4614戶 幾乎是翻了一倍啊 如果不加計店面跟廠商會 廠商的獲利是多少 是30.6% 差不多是這樣 對不對 獲利啊 它賺了61億多啊 它的成本是200億啊 加起來是不是30%點多 沒有錯吧 那你覺得一個企業它的獲利在30% 你覺得是合理 或者是稍微高了一點 你覺得呢 你不了解 你不了解 這個已經在民間企業來說 這是高獲利 高盈餘 你們還覺得不夠 把店面停車位通通給它 它的獲利變成多少你知道嗎 你會不會算81%耶 不知道喔 還有225戶的出租戶 什麼叫出租戶 出租戶多少年之後可以出售 你知道嗎 在林口的話是5年 5年 5年應該出售 或者這個建商它 要出租出去嘛 它6個月之內租不出去之後 它就可以出售了 那賣 一瓶是賣15萬嗎 你胡說八道 你點頭啊 部長你搞不清楚啊 一瓶是賣多少 這一瓶 5年之後 出售是廠商自己 建商自己訂的 不是一瓶15萬耶 這個叫做建商保留戶 看一下這個出租戶 225戶都在什麼樣的位置 你看 每一個 大部分都在高樓層 高樓層的比例啊 除了遠雄之外 其他都在9% 甚至有100%的 然後呢 大部分都在大坪數 所以如果說我們的出租戶 是要保障弱勢者 說你買不起房子 我租給你 我們為什麼發現 大部分都集中在最大的坪數 46到51坪 為什麼 為什麼多數竟然都集中在大坪數 你覺得合理嗎 蛤 我們去問了 所有的仲介業者都告訴我們說 高樓層比較貴啊 大家都要住在上面 view比較好啊 那你覺得建商 把這個要出租的單位 大單位高樓層 擺在大單位高樓層 是因為他們要照顧出租戶 知道說 哎呀你租不 你買不起房子 我租給你讓你view比較好 讓你在高樓層 是這樣嗎 你覺得合理嗎 你不要發呆啊 你告訴我啊 叫建商保留戶 225戶是最精華的 大坪數高樓層 建商打算5年之後拿出來出售 196億 他的獲利 是98%以上 這叫居住正義嗎 他是賺錢的啊 他可以獲利31% 結果我們還嫌不夠 還把他的貨數增加 貨數增加之後我們還嫌不夠 還把店面跟停車位 通通讓你自己去賣 讓市價出售 一瓶60萬的店面 建商自己賣 還嫌不夠 我們把出租戶規定 5年之後他可以轉手 然後呢如果租不出去 半年之後就可以賣了 而且賣出去不是15萬 賣出去的對象也不是現在 來抽籤排隊那個合一住宅的住戶 任何人可以賣 你陳部長可以賣 江院長可以賣 我段營漢可以賣 我們洪副院長都可以賣 一瓶浪的時候大概是37萬 我們訂了一個叫做居住正義的合一住宅 結果讓建商的獲利幾乎接近百分之百 怪不得他要去送紅包啊 然後你在這個地方跟我說你什麼都不知道 你覺得這個叫正義嗎 我們這個政府還有責任嗎 你覺得你有辦法在這個地方來跟我們談 你未來要怎麼施政嗎 所以你在這邊不談居住正義 我認為根本上你是問心有愧 蛤 你都不用負責嗎 一個政務官不用為他的政策規劃 適當負責嗎 你應該要下台啊 院長請你下台吧 謝謝 謝謝委員指教